嘿大家好 我是SIM 好嘿大家好 我是Otion好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HM戰隊 他就是第七G戰隊 非常非常厲害的第七G 那他們呢在今天的六強啊 不要說今天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們禮拜幾看到 反正呢在這個系列戰當中呢 今天的賽程當中 他們連續三場 全部都是以絕殺作為收尾啊 非常非常精彩 每一場那個拉鋸的那個程度 真的是很精彩 這一場也是 這一場呢 基本上啊 到最後五秒啊 還在互換領先兩次 主播都不知道到底誰會贏 而且他們是到最後五秒 還在尬三分哦 哦那個真的是好看 真的是好看 都以為啊 幹對方輸定啊 結果啊 馬上再來一個逆轉 最後五秒 得了八分了 HU得了八分了 你敢相信 那不過呢 我最近啊 不太喜歡爆這個 冠軍杯啊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們擁有角色 都是台服目前沒有的 所以怕大家不太喜歡看 所以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啊 因為 他們你看進階三級 要不要公益要不要 就光頭櫻木 基本上都是台服沒有的 所以再問一下大家意見 你覺得你們還會想看這種台服 還沒有出的角色嗎 如果呢想的話可以在底下留言啊 因為我最近都比較少播報這種賽事 那這個球非常明顯 直接往花形的高橋給他砸下去了 痛到幾個雞雞叫 那CO戰隊呢 我記得在第一屆冠軍杯的時候 蠻喜歡有一個球員叫做 那個炎紹 哦他那時候玩藤真了 真的是玩得很好 那時候玩了2000多場 不過很可行的之後就沒什麼機會 再看他用藤真演出 好那這一場呢 基本上就是公益跟山井的對決 那大家知道公益的是一個干擾型球員 但是他的干擾能力呢 沒有像潮騎或是池上那樣 大概排在第三名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公益瘋狂的想要阻止山井 去投這個三分球 不過呢山井的三分球呢 嚴重干擾的話 干擾或嚴重干擾大概就是 四中一或三中一啊 所以可以看到 仙道這一球一定要給他扒下來 因為他已經被干擾沒進很多球了 所以很有機會剛剛那一球是會進的 所以一定要給他蓋下來 讓他的這個概率重新計算 那他注意一下公益現在呢 像他打了雞血一樣 在跑這個白里馬拉松啊 直接衝到三分線完全沒人發現 那公益啊加速起來 跑起來真的非常快啊 那這感覺就很像是 你媽叫你不要跑出去 然後呢他一出門之後 沒過多久你就想要跑出門 結果走到樓下發現 他在樓下滑手機但沒看到你 然後你馬上用跑白米的速度 直接跑回家 大概是那個速度 好那可以注意到 這個仙道是有在算球的哦 趕快把三井的球給他蓋下來 不然那一球可能會被三井投進 好了注意一下下一球 這邊花形整個人都站出來看戲啊 那他家的籃框肯定是要被炸爛的 櫻木直接 Thank you very much 扣進去了 比分的目前還是回到5比5平手的狀態 大家有沒有覺得陸服的這個灌籃高手的角色 那個變得更3D啊 變得更立體 變得更圓滑 圓潤你有感覺起來嗎 你仔細看那個角色 很像你那種越來越3D做的越來越好的感覺 好三井射了一顆大招 這顆球 GIN 4 3 喔當下我以為他要噴走啦 結果居然還是被他彈進去 我跟你講下一場啊 下一場的播報也很好看 因為啊 對方啊選了這個進階流川 然後呢直接Copy工藝的彈無虛發 他們那隊變成有流川又有三井 兩個三分撤手真的是很可怕 好三井再嘗試一次三分彈了出來 DONK YOU VERY MUCH 由櫻木補扣進去 那這一邊的話分數呢依舊咬著不放啊 這一場真的是沒有什麼虐菜 相當的精彩 實力上面的表彈啊 那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魚住因為出來補防仙道 所以仙道一用果凍上來的時候 魚住只能在旁邊看戲了 那仙道的果凍上來呢 是會手是會伸到籃框的另一側 所以魚住要是一出來補仙道 裡面沒有人即時協防 那這顆球肯定進去 來大家可以看 櫻木在三井球還沒出去之前 就已經加速了 他知道 孔孫欸 你一定會被人家扒下來 趕快過去幫他撿地板球 好三井還要想要再嘗試三分嗎 這一球直接看第八抽 但很可惜呢 彈了出來 那打算打兩分嗎 一個轉身再轉回來 彈彈兩下 直接出手密中 那可惜呢是一個兩分球 不過打兩分球野心啊 至少呢現在比分的還是超前的 那公益這一個假動作 沒有球彈了出來 那花旗呢 好不能搶到這個籃板 相當相當驚險 因為對方是雙板啊 那這球直接被蓋下來 徒手蓋啊 誰能夠掌握籃板球 誰才能玩三分射手 欸剛剛仙道被撞了一下 可惜 那這邊頂著干擾 大招應該已經消失了 啊消失了 圓形畢露啦 那這邊一個直接後仰球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的 哎呀 這樣也能投得進啊 厲害厲害 那時間呢還有一分半 CO這一隊呢 還落後的四分 那他們有工業 完全不怕 工業來吧 直接頂著干擾球彈得出來 那籃板呢回到了 哎唷差一點 籃板呢回到了這個 HUM這一隊 那現在呢三點 想要再尬一個三分 我覺得不太行啊 他只能去湊這個運氣啊 好先到這邊一個 Stayback 再做一個假動作吧 沒有把球分出去 花錢再給公益 那這一個出手 空位 哎呀 直接受到制裁啊 這麼關鍵的一個空位出手 居然沒進 真的是進步啊 是菜粿 麥杜勞也打開來是小美 那這可以看到工業 又像跑路一般啊 直接跑起來啦 背負千萬巨款 那這邊呢 直接空位出手 密宗Fortry 哇這個需要啊 有欠錢的壓力啊 才能跑成這樣 那現在比分的只差一分 時間還 哎呀 直接截走啊 強盜啊 我的媽呀 還有沒有機會投球呢 花行這個大招 魚豬 沒有機會蓋下來 目前的CO戰隊居然 超越一分啊 原本落後四分啊 現在已經在領先一分啊 那劇情到底會如何發展呢 這一球還好沒掉 哎 這邊三井轉身 還要嘗試尬三分嗎 哎 這一球 Thank you very much 開始穩穩打兩分是吧 那時間剩下最後的十九秒鐘 CO戰隊還有機會嗎 剩下最後一波進攻球權 會壓時間嗎 那花行這個出手空位 命中 踩在三分線上的一個long two 剩下最後的十一秒鐘 哎 這一球差點又被撥掉 三井又有大招開起來 沒進去 Thank you very much 櫻木補扣 那目前呢 還是很緊張 只領先這一分 剩下最後的五秒鐘 攻異 但無需發 砰 直接命中 目前還剩下最後兩秒 那想 想必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FORCE 3 最後 三井帶走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的這個數據啊 山井呢在這場的表現呢算是 扛著這個隊友的籃板啊 你看 總共搶了十一個籃板 對方才搶三個 真的是投籃機戰術啊 沒有那個隊友這麼照啊 我這個山井的三分啊 真的是很危險 那公益呢也尬了三顆啊 最後兩球真的是相當的精彩 太精彩了 五秒內啊 櫻木灌一個啊 然後呢 公益射一顆啊 山井再回射一顆 直接絕殺 他沒有打兩分 直接三分絕殺 帥 那麼大家呢 千萬不要錯過接下來的兩步 也是相當的精彩啊 難得看到有一場 一個賽斯是這麼精彩 連續絕殺啊